第四位挑战者是谁 来 掌声欢迎挑战者 文欢北一呼吸治疗系毕业 现职平面设计师 摄影修图师 擅长美术 摄影 美食 大家好 叫做文欢 文欢是哪个系组毕业 我是台北医学大学 呼吸治疗学系毕业的 那呼吸治疗学系是 其实它是比较新兴出来的科系 那它的话就是以那种 可能是从胸腔科那边分出来的 那我们就是 一般是什么症状会到呼吸治疗 像说可能需要用到呼吸器的部分 那有些的话像是长期治疗 就是长期照护治疗的 也会在呼吸治疗的部分 那你有从事跟这一类有关系的工作吗 没有 完全没有 那你现在在从事 我是平面设计师 平面设计师 平面设计师 那一般大概设计像 像是一些就是广告平面 那或者是一些像logo啊 然后或者是 我有在帮人家做这种摄影的修图这样子 平面设计师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很棒的一些 你刚刚讲说一些logo啦 或是一些商品的一些东西 就是出自平面设计师之中 所以一个客户来会先跟你讲 我这个东西大概是 我要表现什么 有些像这种就比较有sense的客户 他会这样说 谢谢 那请问一下 比较没有sense的客户他会怎么说 他就直接过来 他就说 我想要一个东西帮我想 就这样子哦 就帮我想 那我也不知道他要什么 那可能就会跟他讨论 那他有些是会完全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 那其实这样很头大对不对 因为你就算设计出来给他 他可能就会意见很多 他就会说我不是要这样子 那不好意思 请问您要什么样子 对 我也不知道 对 你当初自己应该有个想法 对啊 所以对你来说 当然如果要是呼吸治疗系 因为台北医学大学的话 那不管是对于自然方面 化学这一些应该就很 还可以 不过已经毕业一段时间了 我找韩教授嘛 对 都还了 那你说你包括自己平面设计 摄影这些 所以你对于美术这些应该很拿手 比较拿手 OK 那你对于美食听说也很在好 美食哦 其实没有特别去研究 只是很爱吃 真的吗 其实我们都很爱吃 对 但是美食 说实话像Paul Paul是大家也会非常知道说 Paul配的美食也非常在好 所以如果等一下抽到Paul的话 对你来说 大家就来PK美食 压力很大 对 然后这边说南京板鸭 这边就说北京烤鸭 让大家看谁 是处女学看谁先吃 对 OK 所以放轻松 不要紧张 没问题 好不好 好来 我们来 请抽签 哇 有些花呆 好准 好准 没有准 那这一关 没有问题吗 我跟我哥的那个个性不太一样 对对 你知道我讲这意思就是要比你更高 对不对 一对一个控肉对我来讲 对美女还要比美女更有吸引力 对 对 对 你的形容也真的让我那一把冷暗 而且我刚刚看到她说我吓一跳 因为刚刚眼睛稍微闭起来 她的声音长得很像我们去那一个艺人小珍 你不能这样说 有长相跟那个外形跟那个声音 好像 比较小姿一点 你再讲一下 随便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文欢 你睡有点像 你现在讲睡有点像 对啊 睡有点像 要秉持的恭敬的心这样 OK 好来 文欢最重要一件事情记得 20秒以内 说了确定就不能改答案 有错一题的机会 不要紧张 好的 然后Paul规则很清楚 是 来 两位请准备 3 2 1 来 挑战者请问 在夏威夷可以看到热情的草群舞表演 对还错 对 确定 确定 标准答案 来 关注请问 防波体 其实它主要是要用来防止地震 对还错 错 确定 确定 标准答案 来 挑战者请问 泰国人他们喜欢膜拜相神 对还错 对 确定 确定 标准答案 来 关注 来 关注请问 茶道也是日本很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 对还错 对 确定 确定 标准答案 来 挑战者请问 猪肉可以吃五分熟的 对还错 不对 确定 确定 标准答案 我还想问一下 为什么猪肉不能吃五分熟 可是牛肉为什么三分五分七分 因为猪的那个构造 跟这个人体结构非常相近 所以基本上会染上跟猪有关感染到的 很容易会感染到的人 所以但牛的话基本上不太一样 有这种说法 所以基本上牛里面也是会有一些寄生桶跟细菌 但基本上比较侵入不到人体里面 所以猪它所会被感染的或寄生的 比较容易因此到人体 对 所以很多这种实体 活体实验都是用猪来的 因为它猪的这个人体构造跟肌肉 跟人的这个肌肉 你是吃牛吃多了 吃出这样的心得了 吃猪吃多了 吃口味 好 但不管怎样猪肉 尤其在猪肉烹饪的时候一定要全手 这个需要一定要记得 好 来 关注 那请问 苹果的创办人 贾伯斯 对还是错 对 确定 确定 标准答案 好 来 适配题结束 接下来选择题 挑战者请问 以前柏林围墙 是用来分隔 一 南北韩 二 东西德 二 东西德 确定 确定 标准答案 来 关注 请问 古称琉球 现在是哪里 一冲神 二绿岛 一冲神 确定 确定 标准答案 来 挑战者 请问 著名的跨年景点 时代广场 Times Square 它位于美国哪一个城市 一 Las Vegas 二 纽约 二 纽约 确定 确定 标准答案 来 关注 请问 法国巴黎的凯旋门 是在什么时期建立的 一 拿破仑时期 二 十字军第一次东征 拿破仑时期 确定 确定 标准答案 来 挑战者 请问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听过吧 好 它是李白的千古名句 那这个剧里面 一开始的床前明月光的床 它指的是 一 草地 二 井边的围栏 井就是水井的井 井上的围栏 哪一个 二 二 确定 确定 二 标准答案 就是 有人有好几说 有说它是糊床 就是 我请具 糊床 但是 近来有一些学者研究 认为它不是在指床 它指的是井上的围栏 甚或 因此 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还会说 Paul 这首诗会不会 举着望明月 地头四骨香 但是 这首诗 是不是李白的原句 应该是吧 应该是啊 不是都这样子 有没有人读过 不是这个的 吃便当啊 对 就低头吃便当嘛 OK 大家从小到大念的 都是这样对不对 是 你如果真的去查 李白的原句 有很多的译本里面 都跟你说 李白的原句 不是这个样 有改过 李白的原句应该是 床前看月光 一世地上霜 举头望山月 山是山水的山 举头望山月 低头四骨香 他们很多译本里面 写的李白原句 说是这一段 后来这个是到送以后 大家的译本上面 才用我们现在的 现在的版本 对 读了很久 大概很少人知道 还有这么一段词 有可能第二版 山寨版 长版 OK OK Anyway 但是总是多知道一个 那床的解释 它有好几个 其中比较新的 有人提出来是说 是井上的围来 OK 标准答案 好 来 关注 请问 中国金句里面 脸谱白色 一般代表阴险奸诈 那请问 红色它通常代表什么 一狭义 二凶猛 一狭义 确定 确定 标准答案 好 选择题结束 接下来 简答题 两位都还没错 加油 好 不给提示 二十秒以内 给我答案 来 挑战者 请问 法国著名的戴高乐广场 它是位在法国巴黎 哪一条河的北边 塞纳河 确定 确定 好 塞纳河 标准答案 来 关注 请问 世界有五大宫 世界五大宫之中 唯一位在俄罗斯的是什么宫 俄罗斯也就只有这么一个 红场那个啊 对 也就只有这么一个 圣彼得堡那个 不是 莫斯科 也就只有这么一个 莫斯科 莫斯科 你到莫斯科 大概都会去看吧 对 柯里普林宫 确定 确定 对 这种就是 你要是一个字讲不出来 那个第一个字 只要出来就出来 头过神就过 那个第一个出来就出来 克里普林宫 标准答案 来 挑战者 请问 美国 罗斯摩尔山 上面有四个总统的雕像 那四个总统 罗斯福 华盛顿 林肯 还有一个是谁 这个全部都忘光了 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 开国元勋之一 杰克 杰克逊啊 杰克逊 杰克逊 来 关主 请问 我们常说美国有五大湖 五大湖里面 有一个湖 只有一个湖 它完全属于美国 其他的四个湖 都在美国加拿大交界 哪一个湖完全属于美国 密西根湖 确定 确定 密西根湖 标准答案 来 挑战者 请问 诗词里面常有一句 西出阳关无故人 那请问 阳关位于中国的哪一个省 不知道 想想看 西出阳关无故人 猜一下 对啊 西出阳关无故人 一个省 省阳关 西出哪一个 省 省吗 西藏 哪一个 西藏 西藏 确定 换一下新疆好了 新疆 确定 确定 破 新疆 新疆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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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